這是香港電台 《蛇雕英雄傳》 李學斌編導 金融原著 唐義改編 《蛇雕英雄傳》第26回 是由張志輝、莫家驅、朱曼子、傅青偉、林有榮、曾永強、溫泉、陳啟倫、陳偉康等聯合播演 《蛇雕英雄傳》第27回 是由張志輝、傅青偉、車心梅、陳偉康、曾永強、溫泉、莫家驅、譚翠蓮、陳啟倫、林有榮、朱曼子、鍾偉明等聯合播演 《蛇雕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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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雕英傳》 《蛇雕英傳》 又怎敢跟公子比武 而且如今不是普通的比武 是关乎小女的终身大事 希望公子来多多见 对了 你们打起这个比武招亲的旗号多久 都有大半年 什么 大半年居然没有人赢到这个女孩 我不是太相信 一定是武艺高强的人 不是成了亲 就是不舍跟小女比武 这次我不想打都不行 来来 等我试 如果这个人是尋常人家的弟子 和念词他都很相对 但是他是富家公子 而且这里是金狗的京士 他父亲就算不是做官 都一定是有财有势 如果念词打赢他 难免会有后患 如果被他打赢 念词又怎样可以和这种人结亲 真是尽退两难 爹 怎样 这位公子 怎样 在下两父女是山野草莽之人 不敢和公子过招 我们后会有期 别走 其实切磋武艺应该点到即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打死你的女儿 姑娘 如果我被你打中的 就算你赢了 那好吗 如果有这么多人造证 胜负是没得抵赖的 那就最好 这个公子叫生惯养 看来都没什么真功夫 好 就等念词尽快打低他 我们就尽快出城 以免多生是非 爹 怎么样 同不同他打 好了 你尽管同他打 是 不过要快点打低他 是 这位公子 怎么了 老板 好了 就等小女儿和公子过几招 请公子脱下了一件长衫 不用了 就这样打就行了 好 公子请 请 看招 好 姑娘的身手都挺敏撻 看招 看不出这位公子也挺好 没功吧 你说如果我们将来结婚战 每天这样比武 真是很有趣 你 你 你真是大胆 居然失了公子一只衣袖下来 爹 我 这位公子 小女儿得罪了 还不收拾东西 是 爹 别跑 这位公子 我们根本未分胜负 我除了一件长衫再跟你比试过 你们帮我拿着一件长衫 好 姑娘 你小心 好急劲的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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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他这一件长衫 功夫这么狠毒 姑娘 我进招了 原来这位公子的武功这么厉害 那位姑娘一定不够打他 看来这条亲事一定会成功 小心 我记得六位师傅说过 中原武学高手好多 果然不错 那位公子的长衫非常奇妙 变化灵巧 如果我和他打 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真是好 真是想不到 这个少年的武功这么好 看来他一定不会是那些 只会吃喝嫖妥的冤父子弟 念词一定不够他打 好 等一会问明他的家世 只要不是甘狗官府中人 就结了这门亲事 那念词也总算终身有堂 姑娘 我还想 放开我 我是要抱着你 快点放手 好 放手 除非你叫我好哥哥 那我就放你 放手 请公子放手 小女儿输了 没有放得那么容易 用脚踢我 你为什么脱了我的鞋 公子很好 公子很好 聞一下香不香 好香 真是很香 你 好 放手 爹 爹 爹 你和女儿拿着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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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位公子尊姓大名 不需要说了 公子 穿上一件长袍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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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們別管他們了,我們走吧 喂,別走 怎麼樣?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臭小子,你認為怎麼做才對? 你應該娶了那位姑娘才對的 如果我不娶呢? 如果你不想娶她,為什麼要跟她比武? 她的旗旗那裡明明寫著比武招親的 好了,你到底想怎麼樣? 這裡沒有你的事 這位姑娘相貌這麼好,武功又好 你為什麼不肯要她? 你看看她,生得用匕首自殺了 我看你也傻傻的,跟你多說也多了 怎麼樣?你真的想走? 當然你走吧,留在這裡幹什麼? 小兄弟,很感謝你仗義出頭 不過,你不用理他 只要我一人沒死 這個仗,我一定要報 你有膽的就留下性命吧 反正我也不想做你女婿了 留下的性命給你做什麼? 那你還不還你秀鞋給那位姑娘? 是啊 還還是我的事 你一定是看中這位姑娘,是吧? 不是 你到底還不還? 還? 還啊! 你打我 怎麼樣? 好啊,很快就擒拿手 你扭著我的手上什麼? 還還那位秀鞋給那位姑娘 你一定是想死,你 死啊! 這腳沒那麼容易 好啊,好啊,公子好功夫啊 喂,小子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公子嗎? 你做夢吧 臭小子,你跟我嚴命長了 有衷就跟我交流一下 哼,我因什麼事要跟你打? 其實你不想娶那位姑娘 應該還回鞋給人家嘛,是不是? 這個小子的耐力都挺強的 武功一定有好好的根底 我要出奇不宜,制服她才行 有了,我這件長袍大怕用場了 我隨便想走才行 你又想走嗎? 拔著我的長袍,適合你了 小心把她的長袍凹住 死啊 我跟你拼命 拔著我的三師父的鴛鴛連環腿 把她的兩腳踢回 這個人詭計多段 我要小心一點 好啊,你居然踢出我的兩腳 今天就要你知道被人打的滋味是怎樣 來得好啊 拔著 怎樣啊 被人打得好像四腳爬爬的滋味好受嗎? 憑幾下三腳貓功夫就想學人普打不平 回去叫你師娘教你二十年功夫了 我沒有師娘的 那可以叫你師父取回我 我不跟你說,開拳 來得好啊 快 快 走 你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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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这个青年为人忠厚老实,不通细目 而那个公子打扮的就心思灵巧,便招快速 这样打下去,一定是会他赢 我对小友受了伤,根本没办法帮他 那怎么办呢 那个青年一时好心,不用狠狠的招数 又被那个富家公子抢了先机 老弟,你怎么样? 我没事 还是不要跟他打了 不行,我不可以放过他的 老弟,你连气三次被他打掉了在脾下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不够打,我也要打 不要再打了 老总 我们都是酒吧 无论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听到没有?你也是认输 我不会的 我们再打过了 好了,你再这样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除非你把鞋交出来 要不然,你打死我了 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还不说才对吧 老弟,不要再打了 不要打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再打下去 一定会惊动官府 但是,这个青年为了念词的食谱打不敌 我们不可以一早了知 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在官战的人当中 忽然间会多了三个江湖中人 我猜着看他们打 都没有留意这三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三个人的相貌打败 都挺特别的 其中一个是藏僧 他身穿大红袈裟 头戴金光闪闪的僧人 这个人身材相当灰 所以,你在四周围的人 起码攻了半个头 另外一个中年身材 虽然是满头白发 但是面色同润 一点皱纹都没有 真是同眼白发 第三个就是满短身材 虽然满眼红袈 但是目光不电 看来这三个 都是身怀绝学的武林工手 让我走近一点 听听他们说什么 上人 还是麻烦你老人家出手 打发那个小子 如果再这样前下去 一下错手 小王爷被那个小子打伤 我们这帮下人都会没命的了 不用急 原来那个无奈公子 竟然是小王爷 那他们这样打下去 豈不是会闯大我 看来这帮人 一定是王府里面的高手 那些随从 怕会出事 所以请他们来助拳 不顶了 灵智上人是西藏物中的高手 又怎么会这么轻易 跟这些臭小子过招 你不是有失身反 心先说得对了 不过如果小王爷 你们放心 王爷最多打断你们对脚 不会拿你们的命的 但你放心 小王爷的武功好过那个小子的 那就是 其实小王爷学到一身武功 不在人前表露下 你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功夫 如果有人去帮忙 他一定不会高兴 说得对 对了 甚至 你说小王爷所用的掌法 是哪一个门派的武功呢 喂 帮老弟 你这个文化 不就是想考考你老哥的眼力 不敢不敢 小王爷掌法非常灵动 虚实变化 不想练成的 的确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老哥老眼眉花的 小王爷一定是跟着全真教的道士学武功 原来这个小王爷是全真派的 深仙果然好眼力 你一向在长白山下 收线连扬仰 极少离中原 但是对中原的武学家素门派 居然一看就知道 小弟非常佩服 彭老弟就取笑了 那帮全真教的道士 各个行事古怪 都不知为什么会教小王爷的武功 真是奇 其实小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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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折不教 有什么人请不到 好似你彭老弟 这种中华山东山西的豪杰 不是一样请到入王府 那就是 那个小子的长发又变化了 小王爷几次抢功 都被他的长力震回头 彭老弟 你看不得出他的武功是哪一派的呢 这个小子的武功好责 似乎不止一个师傅 是啊 彭寨主说得对 那个小子是江南七怪的徒弟 侯通海 你说他是江南七怪的徒弟 我醒起了 这个武短身材 人称彭寨主的 一定就是那个杀人不斩眼的大盗 牵手人断 彭念虎 臭小子 原来你在这儿 喂 你想怎样 你们想人都吓人少 我免得理你 王鹤世鬼 那个臭小子在那边 我们追他 那个满面梅黑 衣衫男老的 不是黄勇 三童交后通海 和黄鹤世鬼走去追他 为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臭小子 你看什么 为什么停手不打 你刚才不是很有骨气的 我先不跟你打 你等我一会儿 我稍后回来 再跟你打 我没你这么好耐性 你还是认输吧 够敢追过来 我拿你命 想用钢叉叉中我 别这么容易 再走 别走 还想走 我追 黄鹤世鬼 帮忙追他 那位侯通海 每边都有一个黑掌印 当然是刚才黄勇打中了他 黄勇生得这么瘦 他跑到人群里面就不见了 他们这样 一定找不到他 不过不是 他们有五个人 黄勇很难应付 怎么办 三头交 我们跑得这么慢 请 很快的身发 太快了 你敢就别走 豈有此理 如果我追到你 我不剥你皮 拆你骨 我三头交 世不为人 我追 别走 在黄鹤的身发 原来他是身怀绝技 我记得了 那天在张家口黑松林 一定去引走侯通海 以及吊起黄鹤世鬼顶 刚才黄鹤四鬼一起追黄鹤的 为什么只剩下两个回来 只剩下吴清烈和马青鸿两个 好 趁着那个小子顾着看人来的时候 我也休息一下 我的武功本来比他高 他不过在这儿慢打我才跟他打个平手 凌智上人 深仙老怪梁智翁 千手人和彭廉虎他们都来了 哼 你这臭小子今次死定了 哼 深仙老怪梁智翁 方才大吹大铃 虽然住在长白山下 但是对中原武学的家宿门牌一体就知道 其实梁子翁 不过吃得些奇怪药物和野生人心多 对于武功 根本就不是我们西藏物中的敌手 好吧 就找那个满面梅黑的小子来考下你先 啊 深仙 对了 那个满面梅黑的小子身发灵活 你看不看得出是哪门哪派啊 喂 侯老弟似乎不是他的对手啊 嗯 那个小子身发古怪 我都看不出他是什么门派啊 是吗 哈哈哈哈 我在关外的时候啊 时时听人讲起 鬼门龙王沙通天系一等一的高手 啊 为什么他的私底侯通海这样的 连一个小子都打不赢的 喂 喂 侯老弟啊 你又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都不明白 我跟沙通天好熟的 三头胶后通海武功都不错的 猜不到今天竟然会出仇 怎么样啊 三头胶你似乎越走越慢的啊 小子 你够胆就别走 我想拿回你那两发衣襟就帮我来啊 谁有钱啊 你撕烂那件衣服我和你拼命 请啊 嘿 小子 别走 别走啊 别走啊 那个猴通海不知道给王庸撕烂的衣服 还满面污泥 这样看来黄庸不会有危险的了 咦 连黄河二鬼都不见了 黄菲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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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坏他等矫前面垂下了矫脸 都看不到矫里面的人 你干什么又跟人家打架啊 看看你啊 都不穿回那件衣服 如今落雪了 冷了你那时候就麻烦了 哦 唉 她是大金国的王妃 又怎么会是我娘子 无论胡思乱想 哦 她如今伸出手 帮小王妃抹汗 好 让我走近点 听她说什么 你跟人家打架 有没有被人打伤你啊 没有 你放心吧 娘 我跟她玩玩而已 没事的 有什么好玩啊 来 快点穿上一件装衣服 我们一起回去吧 哦 你过去拿一件装衣服过来 张明 唉 这个王妃的声音 真的像我娘子 想不到天下间 有些声音这么相似的人 豈有此理啊 臭小子 你看看 我们小王爷的长袍 被你弄破了 嘻 嘻 你又此理 你这样子 打我吗 你的手 拿住了 对了 用她来打住你 你亂打人嗎? 住手 怎麼樣? 你還敢這麼放肆? 讓你來看看才行 來吧 不要打了, 走開 娘, 你放心, 我一定會打倒她 這個小屎從鄉下出來驚屍, 做金光師 不讓她捱多一點斧頭 否則她以後連老子叫甚麼名字我都忘記了 你小心 認輸了嗎? 還沒 開決定 你小心 行了, 娘 她 那個王妃拉起小小狡猎, 看小王爺的鬥 她的眼睛 可惜只看到她的眼睛, 看不到她的樣子 怎麼樣?追不到我了 小小姐, 你夠膽就別走 你知不知道你頭頂插了甚麼東西 我的頭有東西 是個草錶 沒錯, 是草錶 草錶用來幹甚麼 賣給人家的東西, 才插了草錶 答對了, 那你頭頂插著草錶, 為甚麼 就是說我的頭給人家 豈有此理, 草小姐, 拿你命 我追, 追到天腳底, 我要追到你 我們走 奇怪, 奇怪 這個小子為甚麼要這樣戲弄猴通海呢 無論猴通海走得多快也好 始終是追不到那個小子 都不知道那個小子是何方神聖 看他衣心藍流, 滿面梅黑 難道他是丐幫的人 丐幫? 聽說丐幫是你們中原第一大幫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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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鎮皮 如果小王爺遇險 我們馬上出手相鎮 好 這樣 好 危險, 小心 爬老弟, 怎麼樣? 不用緊張 那個小子想插著小王爺的頸 沒那麼容易 他已經被小王爺咬著手 爬老弟 放下我 快點放下我 我扔死你 爬老弟 沒功夫 想扔死我 沒那麼容易 拿應槍來 救命 那個小子 剛才扔小王爺那一刻 是什麼手法 是蒙古人的甩膠 蒙古? 小王爺 鷹槍 小子 你受死 警察 你千萬不要搞出人命 你打贏了就算了 行了, 娘 我收拾了他之後 就馬上跟你回去 糟了 他用兵器 那怎麼辦呢 有了 我還用比武招親的大旗 雖然長一點 但是勉強都可以用 我可以用大師父所教的 航魔掌法 我 居然拿著大旗做兵器 是嗎 這次你死定了 我猜 是誰 奇 真是奇 為什麼這個小王爺 會使用楊家槍法 這個槍法 是楊家的獨門功夫 一向全子不全女 就算在南方 也很難不得見 想不到今天在金狗的京城見到 不過他的槍法 並非是的全正宗 看來有點此事而非 好像是由楊家偷學回來的 好了好了, 不要再打了 很容易搞出人命的 快點停手 是, 王妃 讓我勸他們停手了 我猜 朱大旗 攔開吧, 小智 是 我的手 小王爺 你這樣的小智 根本不用錄動你 讓我幫你送他歸世 這樣就很厲害 你… 你… 手下樓前 我猜 好功力 師主很武功 連貧道的陳忽都斷了 只剩下一支病 謝謝道長相救 不必多禮 師主 是否那位威名遠鎮的彭蓮府、彭寨主 今天食經不勝榮行 不敢 我就是彭蓮府 還沒請教道長發號 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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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向前踏一步 就在地下留下一個赤心的腳印 呵呵… 道長是否那位人稱鐵腳仙的玉陽子王真人 彭寨主嚴重 貧道就是王處人 真人這兩個字 貧道不敢當 這個人生得明清目壽 又注重修飾 想不到武功這麼高 真人不可以貌上 聽說他只是用單腳洗一招風擺河葉 站在萬丈深谷的邊緣 而威震河北和山東 令幾百名好漢都服了他 這麼厲害 彭寨主 貧道其實和這位小哥素不相識 只不過見他見義勇為奮不顧身 很值得敬佩 所以才斗膽求彭寨主要他一命 好了 我就賣這個人情放過他 多謝彭寨主 你過來 我… 甚麼事 你叫做甚麼名字 你師父是誰 我… 我叫袁顏康 我師父的名字 我不可以告訴你 你師父左邊面上 是不是有一顆韓字 是不是 你… 是… 我早就猜到你是邱師兄的弟子 我… 我問你 你師父傳授武藝給你之前 跟你說過甚麼話 今天的事是不能讓師父知道的 那怎麼辦呢 有了 道長既然認識家師的 那一定是前輩來了 就請道長駕臨四下 晚輩一定功靈教益的 你… 還有這位兄弟… 做甚麼 我們都可以說不打不相識 郭夏貴姓 我姓郭 郭兄的武功小弟相當佩服 請郭兄和道長一起來四下 我們做個朋友好嗎 好 不過你的親事怎麼樣 那些好閒 我們可以慢慢從場計議 郭兄弟 我們都是酒吧 別管他 道長 萬輩如今行先一步 在四下恭候大家 你只要問問趙王府在哪裡 那誰人都知道 如今天寒地冬 遺勞賞雪相當合時 請來四下喝幾杯 不行 我們走 好 郭先生 想不到郭兄會收過這樣的徒 小郭 道長 你跟我來 不行,道長 為甚麼 我還要等我的好朋友 我沒事,等下我會找你 臭小子,我看你走到哪兒 你的好朋友應該沒有危險 你跟我來 是,道長 你不是要生薄您嗎 你真的是師父 你不是要生薄 你不是要生薄 我也是 真奇怪, 這位道長一聲都不出來, 只是牽著我的手一直向城外走, 越走越快 幸好我跟馬道長學套立功夫的時候, 每晚都要上樂園崖, 所以如今雖然跑得這麼快, 我也能熬得住 郭靖這個弟弟經過一輪劇鬥, 又跟著我走得這麼快, 居然臉不加紅, 心不爭調, 真是難得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山坡, 可以問一聲 道長 行了, 我問你, 你的根基都挺穩固, 為甚麼會不夠他打 為甚麼會不夠他打? 是 我不知道 對了, 你的師父是誰? 當日我們在懸崖頂, 辦全真教的人, 騙梅超風 馬道長說過他的師弟, 叫王柱一 好, 既然是馬道長的師弟, 我就照直告訴他 這次, 讓他抓到一輪, 回家 原来大师兄教过你功夫 好极了 那我就不用顾虑了 道长 什么教过我功夫 没错 虽然没有指点过你拳脚兵人上的功夫 但是大师兄已经传了一些内功的基础 和上落悬崖的轻身功夫 金眼功给你 原来是这样的 方才跟你交手的那个小王爷 悬崖康 是我师兄邱楚姬的弟子 你知道吗 是吗 我不知道 道长 我记得了 有一次 我和一个道士运志平交过手 他的招数和这个小王爷袁颜康 的确是同一派 那 道长 弟子不知道那个小王爷 原来是邱道长门下的 所以自有所冒犯 请道长输罪 你有合意深处 我好欢喜 又怎会怪你呢 多谢道长 我们全真教教规好严 如果门人做错了事 不但不会偏袒 还会加重处罚 那个圆颜康 为人轻狂 我会要邱楚姬师兄 好好的处罚他 道长 如果他肯和穆姑娘成亲的话 道长就不要罚他 放过他一次 那 国正果然责心人厚 能够以恕到待人 好 真是好 好奇 邱师兄一向侄恶如仇 特别憎恶金人 他又怎会去收一个 金国王爷的公子 做徒弟呢 而且 那个圆颜康 差不多学会了本派的武功 草藝都不错 看来邱师兄 在他身上 是浪费了很多心血和日子 但是那个圆颜康的武功之中 又另外有旁门左道的诡异手法 一定是另外有人教他 到底是不是这样 真是想不通 郭静 帝子在 又师兄 纽约了我在燕京相会 相信这几天就会来到 到时我会跟他说清楚 听说他收了一个圣洋的弟子 说要在家庆和你比武 不知道那个圣洋的功夫如何 不过你可以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一定不会令你吃亏的 对了 对了黄道长 帝子的六位师傅 都叫我赶去嘉庆府 但是叫我去做什么 就始终没说 道长 到底给什么武 既然你六位师傅 都没有说清楚 给你听 那我也不方便 代他们说 是的 道长你说得对 我正为人忠厚 而我对江南七怪的依据 也很敬佩 希望他们能够得胜就好了 不过 不可以挫折邮师兄的威名 到时我一定要去嘉庆 上机行事 从中调柱 对了 道长 郭靖 我们去看看木叶那两父女吧 我见过那个木念慈 生性光烈 希望不要搞出人命就好了 难道他会自尋短见 我真是怕他会这样做 那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刚才一节 金庸武俠天地之 射雕英雄传 第27回 是由李学斌篇导 金庸原著唐仪改篇 谭志雄录音 现在经以货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道 地道